好 爆破鬼才搬掉了 现在IG 鳄鱼和露露都在场上 他们这两个科学权放出来 看下怎么选吧 IG的最后一首半peak 将会决定的双方第一首男人的一个走向 我觉得扮女警挺好 SYZ女警确实玩得不赖 是的 但是他的奥巴马之前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下路烈士EVR那一波 也很nice 还是搬掉了露露 我自己也不用 那直接扮鳄鱼 什么都别 你别用我也别用 对 要不然都放 要不然就都不要 看一下IG这里第一首会拿什么 还拿露西安 盘森啊 小孩露西安胜率好高 为什么不拿盘森 盘森一选的话 我觉得老干人这边 直接搭配一个卡尔玛加轮子妈 盘森很难跳到人的 看一下IG怎么选了 现在盘森我觉得不拿有点可惜 这一次还在和队友进行一个交流 奥巴马 还是要拿奥巴马先 觉得上一把奥巴马拿得有点顺 小孩打卢西安 他胜率很高 就感觉拿着对手就有点慌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稳的拿这个选择 他们因为也是想争取2比0嘛 是的 来看一下小欣欣和全这里 哇 那今天这个比赛 潘森家扇子妈怎么样 哎 不错 就避免了对面拿到这种高移速的 是的 就我这边拿到潘森家扇子妈就比较稳 而且这场比赛 其实对于IG就说特别特别的重要 嗯 IG如果2比0 那他就是等于提前脱离降级圈 是的 有一种感觉 这样的话 埃及其实挺难受 因为自己选了奥巴马 又不可能拿了轮子妈 嗯 这样的话移速 就很难 躲掉潘森这个大招 很容易被对面强开团 这里拿了潘森了 现在版本里面 就刚才小赛也说了 可能是和卡兹克同一个级别的 因为今天的比赛里面 一直在被搬 依芙琳 好 影子有依芙琳还可以 是 影子他不急了 他打野英雄之战真的蛮深的 对 影子也是很老牌的选手了 不要看他长得很嫩的样子 是的 随时还是奥巴马的 非常好的一个搭档 对 选到的话也没太多的问题 看来STYC那个眼神 这个真的是 轮子妈加扇子妈 这两个冲起来 可是有点快 双妈组合 STYC说还是要用女警 上一把差一点厮杀 这把我拿个五杀 我喜欢这个女警打的真的是挺不错的 再纠结 她的输出环境长得都很 两个感觉都可以 女警的话可能 线上跟扇子妈 就是刚已经看出来了 消耗能力还是很强 哇 这拿维恩 维恩斯 或者直接不拿ED了 他不会要拿ED 那轮子妈可能性还大一点 还是锁定轮子妈 其实现在真的 他之前是一没办法就拿ED 但现在觉得ED实在是没法玩 现在中单可以选的不多了 对 而且拿发桥是挺好的 对 发桥不管是反手的大招 还是一个移速的加强 都可以让团队更灵活一些 龙女 那看一下老关键这里的最后一手 上单会拿什么来Counter 而且这套这种拿的AOE很足 对 这种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的 他这样的话觉得上单真的可以拿一手锐子 这个锐子冲上去好猛 小星星不知道会不会用 要考虑到这一点 不知道有没有练过 那现在瑞兹上单 势头这么强烈 应该是在排外当中会打到 因为我看这个阵容就感觉每个人跑得好快 瑞兹就跑得最快的 而且瑞兹还有轮子妈大招的加成 对不对 就是特别犀利 但是可能还会拿一个肉 如果球稳的话 拿瑞兹的话就比较好看 哇这个真的是往上冲啊 真的要选刀妹吗 你拿刀妹这把如果赢了又要被削弱了 何必呢 我觉得刀妹不会被削弱了 已经很可怜了 因为他没有很火你知道吗 拳头公司会比较关注那些 在比赛当中弄得很火的 有了 选定 艾瑞丽亚 好 OK 我们又看到了久违的刀妹了 这种S2时期的英雄终于再度上场 老根捏这套阵容很有看点 是的 就是冲 冲脸 对 符合老根捏的风格 这个阵容的输出性都很强 然后 体体的移速非常强 这个如果被老根捏打到优势 我们就会看到 一边倒 就 就推过去 艾瑞这里就很尴尬 哇 这个阵容有点意思啊 打出这种气势看能不能够打出他们冲脸的气势 我们都在盯那个龙会不会被强 但是没想到 就 露露被秒了 是的 而现在又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 艾瑞丽亚 人家换线你咋整 据我所觉这是一个抗压非常弱的英雄 但是龙女现在抗压也不强 反正现在都不用抗压了 抗压都打野 抗什么压都打野去了 现在拼人打野实力 你要说到打野的话 她还真不如龙女 好吧 但是好处在于如果真的换钱抗压的话 她躺下不太容易被抢下 有个空 还有位移 小青青这里是拿出了艾瑞丽亚 不知道用完瑞文以后用刀妹 她是不是对于这种英雄都会特别特别的喜好呢 你说的是女性上代英雄吗 对 她非常喜欢用女性上代英雄 我们观众双方全友都已经准备就细了 马上就到埃基和老根爹的第二场交流 好 各位观众 这边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 这是已经我们是LPL的第三百三十三场较量了 哇 哇哦 三三三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这真的是从去年伊始到现在打了这么多局的比赛 哎 潘森的这个皮肤好区卷 哦 这种潘森你知道好在哪吗 哪个 别人发现不了 对 就感觉很隐形 有点像变色龙 对 阿龙 变色阿龙 这里双方 哦 被看到了 遇见了 现在我们说不说也无所谓了 对 两边都知道对方有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这边双方的话 哎呦呦 叉呲了 黎君还有三十秒 哇这个眼真的叉的啥也看不见 你看 还是能看见这一块的你知道吗 就是下面的过来人也能看到 哇厉害 小平你不要紧张啊 刚才这个眼是稍微一点紧张了 嗯 埃及就是偷偷摸摸吧 把眼线放好了 是的 两边的话都是这样一个选择 这个就是 我感觉PG这边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让那个眼看到他 有这种感觉 知道的 埃及是知道 有点意思 你看人家这个眼明显就是七十五块的眼 哎 等黄眼等黄眼的时间吗 黄眼黄眼有点久啊 好捉急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 看到了呀这 哎刚 小猩猩 刚才自拍露头了你知道吗 露头了 哎呀比较尴尬 知道对方换线了 哎 刀没抗压 妥妥的 一脸都不虚 刀没去了下路 这里来打的话 PD520会教你做人吗 都是一个 反正现在就是 无所谓抗压了 反正去打野 嗯 先打野再说 这里的话双方互换buff 但是 哎呦这个时候真的 对方在打野的话 轮子妈这里就果断选择了 不散兵了 嗯 一上来就猛推 对 谁吃肉 谁喝汤 就看这一局了 是的 确实这场比赛很关键 至少对于埃及来说是这样 对 然后那也是 埃及现在真的是每一分都很关键 这里拳哥也是 跟对方换了一下buff 哎 留了个小蜥蜴 到外面这边亲的够呛啊 血药也磕了 而且他出的还是一个多蓝剑 天呐 还有比较更惨的是吗 龙女还是比较乖的 出了一个盾抗压 对 人家这种抗压装真的是 那比较重点 你这里出个多蓝剑什么意思 谢谢 他满难A到人的其实 哎呦冲入这一波直接是打出了闪现啊 对 这波可能又是哪刚才不小心把达伦现在给放了 但是上次想强杀了 哎 Q一手 哎呀 一个大车兵 这辈子值了 赶紧磕血 趕紧吸血 又被小兵 这个血量实在是有点低啊 这边是要想先动他的话 哎呦小孩的 小孩的仇恨这里骗的很nice 很漂亮很漂亮 没错 哇这个仇恨骗的 就是随时过来掀起手 让你以为随时在打你啊 其实是小孩仇恨 然后正好又是寡妇感的 对小孩是最稳的 他是意不到小孩的 是的 这样的话老干间是先送掉了第一个人的 在这里的话换掉一个塔 而且线上的优势有点明显 这边又是老套路 其实两盘老关间对龙的掌握都是挺不错的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视角的直播是姿态和拳 这边喷射抗龙还是有两盘 这边打到速度 稍微伤一点但是没关系 稳 333来打 4分半来打 有点慢 这个打的是有点慢 而且有点伤的 但是能打掉 哇影子居然是无脑 抓这个乐福兰比较难 乐福兰有W还是很难抓的 乐福兰会不会放 就在等他的W 这个兵线的话 升级了 乐福兰放了 但是这个兵线很很安全 对 刚走 这里的话是草丛抗压流 慢慢吃惊眼不要急 站出来了 对 刀妹等级高了 捕刀了 那线上还是能够抗压的 是的 而且清兵能也有一些 开大招嘛 这一盘其实富兰可以 估计重拾啊 也不要这个兴线碰的啊 这边 这个没机会 是上路直接换回来了 换回来要推塔了 老关键真的是很 很喜欢推塔的队伍 是的 两盘都是推得很快 他们很喜欢利用防御塔 在初期建立经济的优势 就是上单会牺牲的很大这样打的话 对 又是刀妹这种英雄 他现在得回到下路 回到下路 龙女的等级啊什么都比他高一些 又是双多蓝 是的 感觉老关键这里的战术选择 应该是我们初期先换线推 然后 就他们这里拿出刀妹 但出的这个多蓝剑的话 应该是想要为对线而考虑的 哇 精华神月真的是打的 很凶 很凶 没有胆量 但是这个 这下路这条线也守不了啊 对 潘森 潘森得赶紧过来 但是 双人可以打吗 这边是 潘森过来的话 不知道寡妇在哪 主要是 而且小孩也是赶过来了 潘森赶紧要清兵啊 再不清兵要来不及了 富翔这边是没有闪现的 定到了PED PED扛哪儿扛的比较极限 闪现过来一枪 准备再跳一下小孩 小孩正在这点危险了 很漂亮 自己没死 潘森还有闪现 在这里 自害过来 是杀掉了贫眼灵 贫眼灵 贫眼灵一个辅助想 想太多 想太多 PED这边是追不上了 对 算了 勒弗兰这里的支援确实有点慢 如果能够早一点来的话 这一波可以收到 他在这边会被交闪 交闪晕一个算了 对面三个人 而且这个血量太低了 老个人还是亏啊 主要是刀妹这个点 又被杀了一次 是的 那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上路 这里已经在 单人让styz发育了 这边希望styz 拿到轮图吧 能够像小狗一样 这一把能不能够carry起来 刀妹她刚才那么容易被杀出 她出的也是多蓝剑 对 如果稍微有一点点 哇这里 这还要 打了半天 你想这个心情是怎样 一枚了 很难受 本来已经够惨了 死了两次了 还要怎么样 伤心 你打野都五级了 我才三级 这没办法 你选个刀妹 然后知道有可能被换线的情况之下 还出了多蓝剑 这个就真的没办法 现在上线的话 PED五级你三级 你这打毛啊 没得打 嗯 这老刚才很重视下路的后果 就是上路和中路 而且刀妹没到六级之前 就没有什么 就是远程清兵的能力 不知为何想到了遥远 就这种意味 都要被压到经验区之外了 这边好不容易不够刀 不容易啊 三级打六级我的天 这种以ADC为核心的队伍 真的打上单是一个苦差 是的 尤其是你又爱换线 像遥远那样喜欢 就是 对线的还好 嗯 哇这一把平野铃等级有点低啊 那等级 他一直在跑 跑啥呢 刚才跑到一半还被人杀了 对 都没有怎么到线上 这一把老刚才前面 前十分钟可打得不好 是的 下一次跑马拉松的时候就上平野铃 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 看一下妖技的动向 嗯 潘山这边也是被眼睛看到了 他好像是有六级 要 妖技本来想去上路 但是觉得这边蓝 还是要先拿一下 而且说实话 如果你不是正常对线 现在拳的这样一个干客路线的选择 也不是特别的好 华夫这边又来了 还是能让妖技收到 嗯 全部收到这个外服 但是下路这里的话 依然是塔下抗压的节奏 这当面成长期会比较的漫长啊 是的 不过当面的塔下不刀还是不错的 嗯 技能比较多 嗯 非常多样化 现在这边垂石是有五级 辅助的差距太大了 要拼起来的话 I技也不会虚的 而且潘森已经是倒六 他是随时可以支援的 对 那这边其实上路可以卖一手吧 上路稍微卖一手 让潘森来跳 下路 可怜的刀妹 要牺牲了 如果看到EVE在下路的话 上路会动手了 死亡闪现 死亡闪现 哎 不追了 没减速了主要是 但是龙女还可以 嗯 龙女还可以 龙女是开着打招扑上去 伤害不够吧 感觉 这两个人确实也只有一手控制 这一波上的是有一点 他上路可以跳俩 看到EVE在下路 哎 潘森要跳下边 晕到 哎不错这波设计 点燃挂上闪现 漂亮一发暴击直接带走 哎呀又还回了这个大鬼 出来混迟到要还的 这波引嘴是被 刀妹反应了一下 是的 再看一下中路 中路的大条组到已经领期有30个了 这给斯泰今天是有点认真啊 对 16岁的姿泰 每一盘这个中路的对线压制都很 做得很到位 对 不到压了很多 对 春季赛的姿泰 嗯 说实话姿泰是 就之前有一段文章嘛 说姿泰已经是 S2留下来AP的最后一个人了 哦 你想一下 S2的那些 那个队伍里面的AP选手 大部分都已经退役了 嗯 让我想一下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Espark Tanatic的中单 国内的 哦你说国内的 那确实差不多 今天看了一篇文章 觉得写的满的 是吧 但斯泰现在状态 其实还不错的 他前一段 有一段时间状态的确不好 嗯 现在 这两盘啊 特别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个 很强的发挥 萌新一直都看好你们 萌新是谁 肯定是个妹子啊 帅气的 STY 且行且珍惜 哈哈 游戏意义 比赛难 这边刀妹 就召唤一下 快三个来AP 哦直接不过去 交点燃 现在晕过来 已经是为时一晚 对 这把感觉 一直都是小星星这里的一个 就被 被针对啊真的 啊 这里六级直接开大应来 但这个大招好像 并没有造成伤害 结果可以拼 晕到晕到 而这边是有闪现 抬护盾想硬要硬换 哎这一发勾很nice 拖了STY的节奏 这边拼眼力是半天没磨啊 没有办法打出输出 哦 STY这边操作很亮 再给一个强行的E 他刚才是闪现 然后Q加W的 不是是普攻加W的 哎又勾到了 没办法没办法 这A不出来 这两下都是非常的极限啊 是的 其实也可以看到扇子妈这个英雄 再硬拼起来的话 他技能很少的 对 但刚才是有可惜是失误蛮大的 他的大招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 其实他在这个时间节点 他大招是一个很不错的伤害不错 这一波又被老赶紧打回来一些 嗯 本来是有点接近崩盘的边缘了 因为这个中上两路实在是被压制的太惨 你看这个补刀被压的有点收不过去啊 哎 刚没有终于Rena加点主Q吧 不会吧 他以前是主Q 他现在应该主W 应该主W 刚才看他W的一个伤害就知道 对这个主Q没道理的 哎 一个眼插出了一个 哎 你还不走 笑话你一下 对 刚才奥莲娜心狠一点 直接给一个大招我跟你说 对 应该这盘很稳 他就刷兵 然后自己又带了护盾 基本上线上不会被单杀掉 是的 就面对勒夫兰的话 感觉你线上不被单杀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很赚的 是的 因为他是刷完兵又走的 然后去刷野 勒夫兰的话就要 就只能硬拼 你要拼刷兵的话 肯定不能跟发脚拼 如果你拿不到人头的话 这个英雄选择出来的意义也比较的小 现在IG的节奏很完美 就看一下潘森的这个大招啊 13分钟 刚才那个大招跳的还不错 但好像半天没有动力 现在要跳也比较难 中午要跳吗 IG后面的人有点多 自打这边是有护盾闪现的 有没有机会秒掉 一个大招 空大了 这一下 自打这个大招是本来想套给PED的 但是没有套上 但是拳还是要被秒 影响不大 是的 这个现场观众也是嗨了起来 主要是空大吗 这个影响不大 杀了人就行了 刚才如果他大到的话 可能是死两个 这倒是时候 对 这一波打得很漂亮 就是 其实玩潘森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 你跳到对方撤退的路线上 结果对方没有从那里走 对 像刚才这种情况的话就是 主要是他的队友 刚刚都在边下 没错 这里上来要单吃吗 垂直过来 拉过了一个灯笼 但是意歪了 都中了 这Q真好皮眼琳走过来了 是的 皮眼琳想利用小走位来躲一下 但是STYZ上路这里 还是能够成功的逃脱 不过 他担任的发育 真的能够拯救其整个团队吗 嗯 不好说 主要得看刀妹啊 刀妹这个 蓝盾嘛 应该第一件 但是刀妹等到这个装备起来 还有好长一段时间 真的好长 这把PD又是压了对方50个刀 然后 人头这个差距太大了 202打031 就感觉 有感觉老跟天现在如果想赢比赛的话 应该是如何在保下路的同时 不这么大的放弃上路 上路 上路真的不能放弃 你虽然说这个版本上路不重要 但是 你也不能这样子去牺牲叫他 嗯 哎呦 这个也就凶一下 就让你很不舒服 我刀妹好在稍微刷了一点兵 对 我这波兵线过去的话又很长一段时间了 想66个刀 刷兵基本上集中在这个轮子妈这边 而且这一盘在中午也 基本上是去不了其他路 对一直被推兵线 连中塔都要被推掉 对 刷兵刷得太快了 这里快跑 不过小兵有点多 小孩还是要吃掉这波兵的 是的 我们看一下锤石和寡妇的动向 感觉想包啊 想去包 哎 这个力气有点好 完全这边有点燃吗 看看PD这边 点燃还没有放 感觉伤害可能不太够 是的 PD这里觉得对方两个人不要那么拼了 还在找刀妹啊 这刀妹要被发现了 这刀妹居然没有回家 完蛋了 哎 很尴尬 这也是确实下路视野做的不好 这个放弃上单 连视野都不帮他做 啊 而且刚才他如果在那个草里面 第一时间回城是跑得掉 对对对 他在那里等兵线 这个就没办法了 他完全不知道 这个锤石和EV1绕后了 这确实也是视野的问题 上一般其实老刚才视野 即便在优势的时候 护得也不是特别好 没有异道没有异道完了 这两个链子空了 全是交出闪现 看看还是调掉了 还好还好 这个确实姿态这一波 还想等一个很好的机会 放大招感觉 而且闪现也捏着 对 他在找机会但是没找到 没想到对方伤害有点高啊 这一波 这一波中塔暂时没有人来防守 因为他们下路的兵线 已经压得很靠前了 这波中塔是 中塔只能先放掉了 小星星又是一个人跑到下路 不过没有关系 他已经死了四次了 他已经死了四次了 太可怜了 问题不大 闪现躲了 非常的漂亮 其实可以死啊 那也没钱了 什么话 你这下 这个是对于心理是很不开心的 好不容易选了一个刀 但是后面包过来三个人 天哪 状态都非常的好 这三个人就要命了闪现 就随便 哎 又可以了 对小孩这里看到了平野铃怎么办呢 一个减速 我追上还是有点难 这波打了一个一方二 对 PD也算是私有所得 哎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没放准 对这个 W加R 想打伤害的话太难了 现在 埃姬还能拿这个小龙 是的 埃姬拿完交小龙的话 经济的差距应该已经是4000多 将近5000块了 而且在防御塔上面的话 双方是持平的 两盘还是都插在了这个中上 中上两盘都是刷兵数 差距非常的大 一个是英雄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 两边的打法是不太一样 对 埃姬我们都知道一直是一个 中上 对 其实他们三条路都算是核心 三条核心 就是也是牺牲掉的 他们三条 打野位是牺牲掉的 他们三条路的感觉是 谁这一把发挥的好 谁来carry 就每个人都具备carry能力 老关家就是完全是以下路为何 然后中部的话呢 主要是姿态 感觉他的个人的实力发挥出来了 是的 PDD拿出你上单霸主的风格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这种 感觉像在说EJ 上单王 上单王 上单霸主 上单王PDD老师 导师 PDD老师 这叫老师比较好 他喜欢别人叫他老师 是吗 只要别人不喊我老师我就好了 是的 小苍这个自黑的功力现在越来越好了 nice 给好精态赞一个 诶 看一下刀妹现在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 日子过得还凑合 对 马马虎虎 很难好吗 这边又过来了 拉到一个影子 打到街上来 打着盘是没有闪现 但是 拉中了拳 拳被秒掉了 好有牺牲精神啊 其实 让刀妹死了算了 刀妹他不值钱 不值钱啊 然后拳哥说算了算了 请你死一号吧 看来你也不容易 你也蛮不容易的 都不容易 这里快跑了 闪现翼 哇 闪现翼 哇 这一套配合打的 这个大招是被拉住了吗 是被拉了 被大招直接秒了 他这边大招是没飞出去啊 感觉 这一盘 趋如破竹的感觉 比较稳了 前面打成这个局面 就挺稳了 对 20分钟 是吗 这里只要破路了呀 发生真想 输死一搏啊 好看一下 刀妹的发挥 取消了 哎 跳下来 跳下来不是送死吗 哎呀 人子妈还没到呢 只有三个人怎么打啊 这边中路也要被破掉 这个时候 不要再被拉了 再被拉就很危险 现在就不要再死人了 关键是 要开要开要开 哇这里 开不起来啊 这龙女在前面一顶 这个发酵 随便一个Q打轮 哇 随便一个Q打轮 就是半选 现在老干爹 老干爹这一盘的问题 还是 还是上单 我觉得 那上单牺牲太大了 是的 而且刀妹要等到 他能够去上前切后排输出 还是要一定装备的 他这个装备是不够的 我觉得刀妹 就是昨天我也打这把刀妹 刀妹现在的版本 更加适合先出纯肉 然后一两件肉装以后 再去转一点点输出 他其实就 跟甲斯差不多嘛 对 需要很多的装备去堆积 就很厉害 他出了肉再出三项的话 那他的输出就还不错了 对 这后排很无压力 而且他现在线上的话 他选出刀妹来 如果能够和龙女打一个线上 其实是可以 可以吃技能CD来打的 但是抗压的话 就好像我们开局说的 这个英雄抗压 还是算了吧 主要这盘他抗压 也确实抗得不好 对 两把多难剑 怎么抗啊这个 这个没兵线啊 就是老刚才这种打法 真的上单很头疼 对 还不如选一个大眼 但PED就特别开心 这个感觉是老刚才有点七伤拳的味道 就是我初期可以把团队经纪建立起来 但是我的上单是被牺牲的 对面的上单可以很快的把经纪补充起来 对 因为你看到IG这边取得优 是他不会第一时间去把这个两人路去换区推塔 而老刚才他只要推到一路 然后继续推第二路 那这样的话上单就没有生存中间了 是的 就很尴尬 推塔每次老刚才都推得蛮快的 但是后面就会 这边抓住了寡妇 距离够吗 够了 减速挂到 这边是交大招 然后闪现 这个刀妹是一套技能打上去 如鱼 这个异技能的血量比对方多也没有晕到 其实这两个人打寡妇也打不死感觉 即便刚才不找闪现 是的 很难啊 攀身都控制都交了 后面的锤石也过来了 现在IG就推最后一个二塔 这个二塔 你完全没有想手的意思啊感觉 诶 刚才龙女是 太大跑了 对 龙女在这里牵扯你 然后上路拿塔 有机会吗 晕到了姿态 但是这边刀妹有点脆 看看姿态能不能被秒 大招拉出来 没拉出来 没放过来 要命 这个可能垂直 血量不多了 要被带走 小孩反身的大招 看看还能不能再追一下 追不了了感觉 快走 这里还有一个加速 但是还没有buff 有机会 交了闪现 这个闪现没办法 刚才主要是利用龙女不在的一个机会 然后用潘森强开团 好 龙女现在单人来带中路 你怎么办 有这个打的真的是 这个龙女出现在中路就是你接下来啥都干不了了 你只能回家 回家以后姿态是冲出来 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从装备上来看的话 这个差距已经比较大了 尤其中单的装备 这一把实在是差距有点大 我发现装备也是有点好 CYC确实这个刷兵能力真还可以 这个ADC怎么先的 就是很会打ADC的那种人 他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去吃经济 然后慢慢把经济吃起来的那种感觉 那以ADC为核心的队伍现在 就是其实不是 你想说啥 你想说啥 我刚才还在看这个消息就是 我觉得那个南京少的黑剑 就以ADC为核心队伍被淘汰了 就这种队伍现在很难在这个版本存活下 不过刚才黄组表现就很不客气 但毕竟可能面对的对手不是同一种嘛 这边面对的就是IG 出场的IG 又是拿下一条小龙 现在经济已经是领先很多了 是的 就感觉这一盘金黄水又没有发挥出什么作用 对 上一盘可能对她的心理影响是蛮大的 对 上一把的话就感觉她可能也很自责吧 对 因为是线上本来在露露跟炸弹人 就没打好 就前夕就被压了 中级打得非常不错 但是后继一个非常知名的失误 她在这边跳大又跳歪了 只能交闪现 对自如她想打好的话就是轮子妈和扇子妈得要加速起来 要是你这两个加速不开的话是很难跟上攀升的 其实我们想了一下就是开局设想 想干嘛 他们看到龙女在下面想直接打大龙这个太夸张了吧 在这边蹲一下看有没有机会 尼泽要被晕到了 要被秒了吗 对我拉过去 发球大招空跳 但是这边还有机会 适合交出闪现 这波没死人 只要没死人就可以 龙女已经赶过来了 对姿态的状态很好 看一下龙女过来会不会打一波反扑 小孩的状态也不错 小孩姿态龙女三个的状态都非常非常好了 刚才只能先撤退 是的 那这样的话 艾吉是交了两个闪现吧应该是 这波只要没死人 对 就很好做 完全可以接受 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是的 现在经济的领先的话已经是7000多 而且主C位的经济 中单差距实在太大 中单的差距太大 然后中单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英雄 那他在经济差距的情况之下 团战里几乎打不出任何的伤害 老干天这条阵容本来就是说 线上要打出一定的优势 他们中期会非常的好打 是的 现在这样的话真的是很难打 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前排 对 就我们开局说的 一旦你优势了 就可能看到了 老干天这里像推土机一样推过去 一旦劣势的话就像现在这样 感觉只能慢慢的做视野 宝贝这边还要出日盐啊 没办法感觉也来不及了 他装备太差了 好 蓝马虎还好拿到了 但是龙女这里接上来直接一个小破败了已经 这个破败 炸你的 小戏了一下 对 因为他们的这个人还没有骑 再等待一下寡 两条链子连的真的是反 两条链子连的真的是反 对 一点都不成 对 PED装备已经是比较不错了 先拿中路的水晶 刚刚已经是复活了吧 我发现PED补发育的能力真的是强啊 就作为一个抗压路 他现在的补兵能到 这种200和其他路差不多 这个资源给了他很多 对 两边上单享受的待遇不太一样 起来 这里过来想偷一手 但是没有任何的机会 中路这波水晶能守吗 很难啊 感觉 潘森还想在后方跳大 但他跳大的位置现在很难去选择 对 对 对 而影子对面直接开了 几个大招 直接跳在中边 取消了取消了 想先杀谁 这个阵性不太好 一路神 这里 大招 SYZ直接被秒 一键双雕 好 那这边秒掉了关键的SYZ之后呢 基本上中路水晶一波 打招 IGE果然是打这种局 非常的随意 对 而且老三这些确实 这潘森也 取消取消 这就是闹着玩的 对 对面五个人这个火翼输出 落下来就秒死 感觉有机会 逼到了一个闪现 那基本上 所以推了 对 现在就 安安为了能推就行 刀妹在边上绕来绕去 没有什么机会 感觉这一盘真的是很郁闷 没有打出任何的效果来 好 这一波还要打 不错 伤害有点高啊 直接把姿态给打 哦 直接把刀妹给打成死血了 是的 这一波暂时还推不了 连力小潘森跳过去 但是这不是在送吗 这要是让对面一波的节奏 这个要再死人的话要一波了 还好姿态 哦 这边几个人状态都不是很好 给了个加速 继续追 没有拉到 暈了一下 要卖自己 要卖自己看能不能有收获 太脆了 没有大招 没有大招 这盘全感觉好有牺牲精神啊 是的 每次不管是救队友 还是等队友来打 都是先卖自己 我可以死 但是我一定要拖到 我的兄弟们赶到战场 这盘兄弟也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CYZ上路收个兵 这发强的装备已经是有点腻天了 是的 发强装备有点好 直接一个QR 就轮子妈再被奥马射一下就没了 对 尴尬了 现在零头总共领先9 老公主要这盘前10分钟也打得不错 不太好 这个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看家本里能丢掉的话 那确实后面 也是 看家本领就是一开始那三板斧 对 如果这三板斧没有打好的话 后面就很难很难 虽然我们很期待看到刀妹的表现 但是这一盘实在是太伤心了 是的 一直在被抓 不过老干姐其实还是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 比如说他们现在个人能力啊各方面都很优秀 但是有一些细节如果更好的话 他们会非常有潜力 对在整个团队上面的话可能在经验上面 就不会就一些失误可以避免的 对 他们真的打得很好 就这才是可能最亮眼的一个战队 是的 对而且他们的这种敢于使用新英雄想法非常的多 对 他们敢在比赛里拿刀妹 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突破了 效果就另一说了 效果嘛我们不在乎 对吧 主要是刀妹抗压真的是太难了 对 就是现在有换线这种打法以后 像这样的一个线上凶的英雄是没什么太大意 对 而富阳这边确实也要开发一下其他的英雄 这个版本瑞文用不了 他自己用了三千盘瑞文 现在你让他开发别的英雄 是吧 三千盘这个就是打一年啊 就是S5的时候在出山 然后S5那个英雄又被削了 这也真的是伤 对 就是他们职业选手可能在比赛里面 如果能够想用一个英雄用得好的话 最起码就连练一百盘 嗯 对 就是一百盘 一百盘过后再输 一百盘你就可以去训练或者比赛就用了 对 一百盘你再是一个单身RUNK 游戏的感觉 你就对于这个英雄的节奏已经了解了 主要特质得抓人 对 所以职业选手真的是练得很苦的 是的 像我们很多玩家就是下下班 然后放放学去玩两盘 我基本上不能忍受 就用同一个英雄超过两盘或者三盘 我第一盘用了第二盘绝对不能 我还好 用十盘以上就开始吐了 十盘之内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职业选手真的是很能耐得住寂寞 有点辛苦 好 那个大龙RUNK 随时可以开啊 直接要上了 三个人 大招拉了一个 直接把刀妹秒掉 这番刀妹完全就是一个悲情的角色 是的 海森还要输死一波啊 这真的是 最后的机会了 SYZ的输出给不给力 PD 血已经被打残了 但是队友的输出呢 SYZ感觉还可以啊 这里 这个输出很给力 小孩这边有点扛不住了 闪现了 天后干锅 一个 再来两个 有机会吗 再上 SYZ这边 非常的漂亮 真的是UZA的感觉啊 凶 这真的是 凶死一波 背水一战 背水一战 刚好出了两道暴击 主要是干锅和护盾闪现都有 是的 平远林这里也是给自己的 这个ADCA创造非常好的机会 这个扛拉得注意啊 老干人 正在我们感觉 要结束 这个 正说要注意血量啊 要扛拉扛拉 好拿着拿着了 拿着了 全哥很开心啊 笑的 完了完了 要被黑了 要被黑了 全哥这一环也真的是 来看一下刚才这一波 潘森依然是牺牲自己 这个我觉得本周的Top1就是他了 但是SYZ这里没人管啊 输出打得很足 这把Q 认得也很到位 然后出了一把电刀的效果以后 突然觉得这一波可以打 RIDA也在刚才是贡献了很高的一个伤害 而且他选择的这个输出的位置 位置非常的好 这个本来QDW打成残血 一口干锅再加一口护盾吸血 暴击 这个暴击600 又一个暴击425 不管是运血也好还是他的判断力也好 还是操作 他刚才没有去选择追上面评选的单位 而是及时的打下路的C 是的 即便你可能会觉得他有时候出杀人间 或者有一些失误不太应该 但是他这种操作真的让人热旋沸腾 对 SYZ现在凶真的很凶 哇这种 15000的一个经济 现在已经是全场最高了 在劣势局啊 这现在看比赛观众也是有浮 看得很爽 哇这边是出了一个比尔九特短刀 然后出了一个喧哗 全输出 全输出装 那他现在的感觉应该是 就是要靠团队里面轮子妈这种强力的团队输出能力来打了 他现在破坏就是留给PED的 PED破坏他 他破坏PED 对 这样的话我吸的还更多 对吧 他吸血能力变得非常的强 维胎 但是现在IG还有很大的优势 是的 IG这里团战这种还是猛 就是奥莲娜 像刚才的话就是大招没有拉到他 如果刚才有个大招直接拉一手的话 很有可能SYZ就被秒了 对 刚才一个QW直接死血了 但是STYZ这个时候他也不适合出防装了 他只有出出出装 才能帮助团队有战之力 就有逆风局 逆风局就该这样的 来米勒上一把 刚说完这个理论就是 逆风局出攻击装 这就是你拼一枪吗 对 你拼一枪对吧 能不能引力说至少 至少我努力过的 对 至少我还有梦想 不要这样 至少不是慢慢的去等着被对面推倒 对不是慢性死亡 这种就很好 而且老刚才现在气势上了 气势上来的话还是可以打一下 但是IG这边的整体状态来说 还是领先比较多的 对 尤其中路这个点领先的是比较的多 现在Rena能不能够利用自己这一身 不太好的装备在团队里做出贡献 现在很重要 现在的问题就是 八条这个大招能不能拉到 关键性的问题 只要拉到一个 就拉到两个C中的一个 秒掉 老刚才就立马分盘 是的 对 八条现在这个装备已经是输出很高了 这一套打过去 对 直接就秒了 这两个C位绝对就一下就秒了 对 感觉Rena现在的话不能再犯 像上一把一样的失误了 对 刀妹 姿态攻击也是注意力很集中 他这个大招现在就是IG成败的关键 没有拉到 没有拉到 现在可以慢慢来 在对面这里就针眼的 把龙女过来 先清一下线 清一下线 不着急 这波IG还是很稳 因为对面有大龙buff 对 没有敢直接上 现在IG想要让佩哥龙女代球大招的话 就会很 这里直接被逼出了闪现 这波逼的闪现有点虚 浮阳这里想利用自己的被动 在前面能够吃掉对方的控制的情况之下 保证自己不死 但刚才那一波也是直接虚了 因为这个时候一旦发生减员 对方可能就是恶虎扑狮一般直接冲上来 这要小心 是的 还是在继续的推线 这一波冲进来强行打掉这个针眼 利用大龙buff在这里强行给你消耗 姿态的血量只剩一半了 会开吗 再消耗再消耗 这边消耗做得很漂亮 潘森在这个时刻准备深蹲 这里是要顶塔硬来 潘森从后面绕过来 这个塔可以放 哇 IG这里很稳很稳 这个塔放得漂亮 对 消耗姿态和设可可做得很好 现在其实姿态 没有必要先把这个球给隆起 他这个大招只要捏在手中 STYZ是不敢上去打的 是的 现在老甘天上路的兵线不是很好 这一波的话 这两个对我打得真太好看了 真的精彩精彩 两边都是以进攻性为主 而并非喜欢防守 上面是遭遇到了 对吧 又勾到了 这波是要开吗 算了 每次都勾到这个 这个女刀实在是不想杀她 杀你好多次了 我告诉你 富阳等会下来用瑞文的这个符文之刃 符文之刃 反腾跳了 来了 这个位置小孩 过了女奥有没有机会 没有 还好有女奥 但是这些PD也反身交打招 能不能运动 运动了 能秒掉吗 STYZ现在开始吞狗魔射身打招 一个打招 拉死两个人 天哪 立马打了一个一换二 IG的射赫赫赫还要追人 这个平野铃应该是跑不掉了 大招 大招 强行流又是STYZ吗 STYZ这波要小心 要小心 2v4的话你这个还能打赢 真的是一战封神了 瑞娜瑞娜也在找机会 开盾 不敢上 IG现在也不敢上 因为瑞娜和STYZ 过来 很漂亮很漂亮 不敢追了 还追 还追 连住了 能打吗 一个闪现 什么情况 这个闪现叫的很糟糕 关键的失误 这个失误太明显了 这个闪现叫的真的是 他想躲技能吗 他想躲奥利亚大的技能 没躲掉啊感觉 对 这个闪现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他可能 有重放就好了 刚才那一波的技能 他也是这样 教闪现想要躲掉的技能 因为他如果往后闪的话 会脱离自己的攻击距离 他这个还有一点是闪现重置普攻吗 你左右闪都比原地闪好 这你就不懂了 要看一下重放 要看一下重放 因为我们也看了不是很清楚 对我们要看一下 刚才那一下的闪现是 他应该是要躲QW 就是Oleana QW 对 如果躲掉的话 那真的就不好说了 是的来看一下 现在老刚才到这个时候处理都很好 Rina这边闪现 哇这个很漂亮 对收掉 然后这个时候就跑啊 我觉得一个一连到了 就是这一发连到 让他觉得这波可以打 这个闪现没有躲掉任何技能 而且他闪现的话 自己还往后右键点了一下 对点了一下 丧失了一下普攻的机会 对对于他这种装备来说 他的一下普攻很有可能就是一口致命的吸血 对就是半管血 就对面半管血就掉了 对 但是STYZ现在已经神装了 所以老刚才现在 就是现在要打就要赶紧 因为STYZ 现在装备更新不出来了 对 神装的轮子吗 反而是小孩这里的话 装备还差那么一点点 没有无尽爆发 不如对方高 让拖大系的话 ST装备每个人都会很好 是的 老刚才的话 他们之后的金钱 也会集中在STYZ的身上 就靠这一波大龙了 大龙还有30秒刷新 龙女还要回去补充一下装备 是的 我觉得PT现在赶紧出那个反上奖 没钱啊 是没钱 这立甲出的有点怪 就好像很多人跟我说 你赶快换车呀 没钱呀 都会说嘛 对不对 真是 STYZ喝一口脉动 刚才那一波姿态的大招 这一下拉真的是很给力的 对 他的这个大招能不能放好 他的技能 第一套能不能打出来 是很关键的 发现大雕伤害高到离谱 是的 哇 这还是刀妹啊 这还是老关键 唯一的前排 这一波上了 大招跳的不是很好 这一波打不起来了 快跑 路口不敢上 SY的大招也是浪费掉了 是的 还要上吗 拳这边又没消耗一个 这个路口不敢上呢 八招这个大招实在太好 算了 你来打龙 我换你中路 可以推 可以推 我就问你怕不怕 皮眼灵这边很聪明 他想去骚扰一下 就你回城的时候 我可以骚扰你 现在创造历史性一局的情况 就要来了 没有打 只能回家吧 直接秒掉了 这个速度有点快 那一路换一个大楼 一路换一个大楼 皮眼灵在这里还在干扰 还在干扰 他估计要死了吧 没有 他在这里拖住了小孩 那正面这里的话想秒人 ADC没过来 ADC没过来 应该还是过来 能过来 ADC第二时间过来 直接给大招 这个很果然 这个要被追尽了 可以卖可以卖 这个真的可以卖 不要再管了 哇 现在卖不卖 哇 这里也皮眼灵过来 给了一个加速快跑 但是龙女又追上来了 龙女这里破败给了谁 小孩都刻意插入 天哪 ADC想单挑 单挑不过了 完蛋 小孩拿到人头 那张的话 ADC应该是一波推走了 对 退一波了要 老干你刚才也没有办法 只能是废水一战了 是的 这个选择 是有 有道理的 但是 不能说不好 太贪了太贪了 不让走是可以的 主要是刀妹被杀了 是的 哇 这波直接投了我们 恭喜IG2比0 很精彩的两场对抗 你不想把那个 都交换下选了 你不可能不想要 你不想要 是没什么 你不想要 我想要 太败了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